再来看台北捷运内湖县今天面对通车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一大早列车就是班班客满 乘客就像在挤沙丁鱼一样 连车站也挤爆了 而到了傍晚下班时间 轨道又侦测到了异物 发出异常讯号 这下子全线列车都动弹不得 花了十分钟才排出状况 工作人员用大声工拼命喊 还是输倒不了满满的乘客 下半时间中校附近捷运站塞塞塞 列车来了更是一片混乱 往内湖方向的乘客一路排到楼梯上 大家脸上都写满无奈 还有人边等边擦汗 直呼以后不做了 他当初规划可能没有想要 载这么多人我再想 以后还要做吗 不做了 无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人潮最多的5点19分 列车还出现状况 由于大直站站外的列车 造成障碍物侦测警讯 本公司已派员处理当中 驯航异常让全线列车动弹不得 花了十分钟才排出状况 台北捷运公司估计一整天 内湖县大约增加了20万人潮 不过到内湖科学园区看看 道路交通似乎一样灾 比较快比较方便 捷运不方便吗 捷运方便 但是我家那边离捷运站有点距离 这边塞车的状况有改善吗 更严重 为什么 平常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早就应该没什么测 过个红绿灯至少得等5分钟 捷运内外都在塞 面对通勤日想要交出更好的成绩 内湖县似乎还需要时间 记者林整午郭峻林台北报道